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這個是 中午的節目 現在是 2020年6月30日的下午 下午其實股市也開了 今天股市也是上升 慶祝國安法立法 然後在國安法生效前 昨天 中央 推出粵港澳大灣區的理財通試點 那麼 這個就是 中央向我們 送出大禮 讀一讀消息 港區國安法生效前夕 昨天 中國人民銀行香港金管局澳門金管局 公佈 這個是 中港澳三地 的金融機構 或者等於央行 他們公佈在粵港澳大灣區開展跨境理財通業務視點 區內居民 可以 個人跨境投資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 按照 購買主體身份 可分為南向通和北向通 但正式啟動時間和實施細節 將另行規定 有業界人士指公佈時間 明顯與立法有關 措施 對本港金融界有好處 但是蘋果日報的反動機構就說 難保法治受損的觀感 史傳 南向通和北向通 各設 1500億元人民幣總額度 另設個人投資額度 但是至今未有公佈 根據公告 南向通指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居民通過 在香港澳門銀行開設投資專戶 購買港澳地區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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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合資格 投資產品 北向通指粵港澳地區的居民通過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銀行 開立投資專戶 購買內地銀行銀行銀行的合資格理財產品 即是 好像 這個廣古通一樣 香港人就買大陸股票 大陸人就買香港股票 那麼這個 包裝就變成一個 理財通 購買 互相購買對方的理財產品 業內人士指出 香港合資格投資產品 預料包括基金 債券等 而國內理財產品多樣化 包括基金信託 保險包裝而成 注重回報率多於背後 實質資產及風險 衍生不少監管問題 近於不少人縱伏的原油保 在內地正歸類為理財產品 根據人行數據 內地銀行理財產品的餘額是21.4萬億元人民幣 這個數字也很大 跨境理財通 尋三地的個人理財產品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 同時 尊重國際慣例做法 北向通和南向通 投資者資格條件 投資方式 投資產品範圍 投資者權益保護 和糾紛處理等由人民銀行 銀行 銀保監會 證監會 外匯局 香港金管局 香港證監會 澳門金管局相以確定 很有監管 北向通和南向通帳戶資金為 幣還匯劃 我真的不明白這個意思 幣還匯劃 和封閉管理 使用範圍僅限於購買合資格的投資產品 資金 匯劃 即是匯款 使用人民幣跨境結算 資金兌換在離岸市場完成 對北向通和南向通跨境資金流動 實行總額道和 單個 投資者額道管理 總額道通過宏觀審診 係數 動態調節 港澳與內地相關監管機構將採取所有必要措施 確保雙方以保障投資者利益為目的 在跨境理財通 設立有效機制 按屬地管理原則及 及時應對出現的違法違規行為 內地基礎設施機構 則會 按照穩妥有罪風險可控的原則 推進 跨境理財通的各項準備工作 在完成相關規則和系統建設後 正式啟動跨境理財通試點業務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表示 雙向跨境理財通 是繼兩地股票通債券通之後 內地資本帳 帳戶開放的另一個重要里程碑 是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的重大突破 也是深化大灣區金融合作的亮點 大灣區居民對跨境理財投資的需求日益恩切 兩地金融業界 對理財通有很大的期望 理財通的推出 證明香港金融機構在參與內地金融開放 服務兩地居民資產管理需要的戰略優勢 金管局 會與證監會和內地相關部門通力合作 並與業界密切磋商 根據今天公佈的框架盡快敲定落實細節 爭取早日啟動理財通 這個 他就說業界訪問了某個業界人士 副教授徐家健 這個反動人士來的 跨境理財通其實已傳出多時 市場亦預期在這個時候公佈 政策一般對香港市民間接 了舒緩民情作用不大 徐家健指 全球疫情嚴峻 加上中國經濟未見好轉 理財產品需求不會因政策而突然增加 他補充 現時市場的焦點 都是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來香港地上市 跨境理財通對刺激經濟有正面作用 但不會太大 這個對的 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關昌指表示 這個也是反動人士來的 港人對中國投資產品普遍認識不多 他以早前中銀原油保產品為例 如不了解當中風險就很容易蒙受損失 他俗指 即使是債券 風險都有高低置分 買之前要好好考慮公司內容的質地 不熟就不要買 他也指措施對香港金融業有幫助 但是刺激實體經濟作用有限 基金界人士指出 這次公佈港版國安法和即將推出的時間很吻合 是中央維穩一步棋 措施對業界有實際幫助 但外資認為本港法治受損的觀感很難扭轉 他指出 在實際效益上 多條產品渠道 對神銀行生意一定有幫助 但無論是內容 發規 機制等尚未有細節 如何避免洗黑錢等 相信監管結局需要釐清 他又認為本港金融業生態不會因為這項政策的巨大變化 正如互心 港通 活躍程度不算高 需要市場教育過程 投資者才有信心購買 匯豐亞太財富管理 以及 個人銀行業務主管英格雷表示 理財通機制對落實有意義 擴大投資範圍 進一步分散投資在 粵港澳大灣區的投資者來說 無疑是大好消息 渣打大中華 及北亞地區行政總裁 紅披正指出 政策意味區內 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 將能 有效吸引外資 提升區域競爭力 與其大灣區未來 將成為中國經濟主要的增長動靈之呀 這個呢 讀完整篇報道 我們要認真分析一下 今次這個舉動是在做甚麼 理財通 大陸其實 近這五年是很流行的理財產品 其實 這些理財產品其實是參考美國的做法 將很多種不同的產品包裝成為一種高息債券的推銷 又或者是一種高回報的 投資產品 未必一定是債券 他們可能是股票掛鉤 或者債券掛鉤 或者公司債 企業債掛鉤 而這些 理財產品包括原油本 也可以是一個理財產品 它是投資的期貨 投資原油期貨 也可以當作 理財產品 那麼當然 理財產品 有部分就可能是有抵押品 那麼我們昨天剛剛知道一個最大消息就是 武漢金鳳凰集團旗下的金黃珠寶 就是 有83噸的黃金 抵押了 借了幾百億人民幣 有160億到期未還 那麼債主 拿黃金去變演的時候才發現裡面是銅來的 只是到了金 那麼一家 上市公司2010年 在這個 納斯特克上市 這個董事長姓假的 據說是有軍方背景 和武漢政府就過重神抹 那麼這次 竟然出了這麼大的事 而他們 投資了 或者他們將這些抵押品抵押在 其他的信託公司 信託公司拿著抵押品 就會發行一些債券 給投資者購買 發行一些債券或者理財產品 他們就會包裝成一些很高額的穩健回報 然後他們的抵押品就是黃金 好了 大家明不明白我們想說些甚麼呢 就是 這些理財產品 可以是由一堆毫無價值的 抵押品組成 情況 其實有點像美國的當年的詞案 當年的詞案 他們就是把一些 合約 是一些借樓與借貸合約包裝成一些 很高回報 以及很賺錢的 一些理財產品 然後 就通過目的標準普爾維譽 就是幫他們 那些產品 寫評分 然後 就推出市場發售 最初那些人是收到利息的 到了後期 利息還不了 然後就大部分樓價下跌 就交回鑰匙 給銀行 銀行 就破產了 有當時不止一間銀行破產 貝爾斯登 雷曼兄弟 那些是投資銀行 就不是 零售銀行 不過 大陸現在的情況呢 我覺得也十分相似 這個 理財通其實我們另外呢 要說一截大陸的金融產品那種包裝 大陸的金融產品是高達21 21萬億人民幣 這個呢 這一條數 其實是一個很可怕的數字 那麼當然啦 即使全部爆煲呢 都不會對國家造成任何危害的 因為國家很強大 很安全 在金融方面的領域 是沒有辦法擊倒的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 我們會用一個 另外一個觀點去分析這個理財產品 在中國會不會成為次案翻版的問題 好了 那麼這次這個呢 它的額度由於不是很大 千五億虧了也沒有所謂的 少少錢而已嘛 所以呢 我認為 那個實際意義不大 對於任何這個國家 是構成不了危害 好了那麼 區區千五億 兩邊加起來才是三千億 而且其實是單向而已 哪有香港人去買大陸理財產品的 是不是 一來不認識是不是 好了那麼這節時間講到這裏 拜拜